就是把这个数字加1911 可是可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1911加上这个是文字 Enter 然后这是年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我要的顺序 也就是说这个出生人口数这边一样的做法 就是等于1911加上 这边我又忘记做 所以我先把它取代好了 取代把这个年拿掉 所以这个等于1911加上它 Enter 然后这叫做年 好 然后接下来再分析这边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后 重新整理这之后不要使用这个民国年 要使用这个西元年 你看是不是从2001年开始放 可以吗 好 因为他没有行政区 因为他还有行政区 对不起 刚刚这边应该列是要放行政区 年是放在筛选里 然后我们先去看2020年 就是这一年 这12个行政区的一个死亡 死亡人数的表现 所以插入书纽分析表 请问一下你觉得应该放直条图 还是折线图 还是折线图 直条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行政区 第一个行政区跟第二个行政区 40区跟大同区 它是没有先后的关系 没有连续的关系 可以吗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了不起 例如说用直条图确定 然后会把这个排序 由大排到小 我们会这样子来去排 可以吗 就是你要看那个建树的话 只能这样看 好 我重新讲一次 我重新讲一次 这个我就先删掉了 我刚在这个地方呢 麻烦请各位一定要先做出这个年 因为这个民国年 它文字哦 就是一百年会 会优先排在九十年之前 好 可是如果我们改成西元年 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所以呢 西元年这边怎么做的 就是一九一一加上这个民国年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插入 枢纽分析表确定 我希望呈现的是 2020年死亡 各行政区的死亡人口数 所以这个西元年是放在筛选 我当然只要看的是2020年 所以把全部关掉 只留下2020 这一年呢 我的列 列就是左边 左边这个内容 是各行政区 这个值 值当然就是死亡人口数 然后去画枢纽分析图 预设的就很不错了 请你记住 好的软体 好的软体 它不会让你画出折线图 只有不太优的软体 你看 像它画出这个折线图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但是它是可以画的 结果只是让很多 不是统计很会的人 然后画错图而已 所以这软体 这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记得 这一张直标图 通常我们会游标 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排序常用底下 由大排到小 这个叫 就是 这也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反正就是 大阴区死亡人数最多 可是你要知道 大阴区的人口数也是最高的 所以比这个死亡人口数 没有很大意义 好 请人先做出这件事